大家好,现在春季虎皮蓝开始进入快速生长期 那么我们想要让虎皮蓝加速生长,轻松养爆盆 那么施肥是非常关键的 到底用什么肥能够让它加速生长呢? 那么我这个时候用肥的话 主要是用这个含有腐质酸的这种通用型的水龙肥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肥呢? 首先这种肥它是一种通用型的肥 就是说带领甲比较均衡 其次关键的在于它里面富含有这个腐质酸 腐质酸有什么用呢? 首先它可以改良土壤 让土壤形成这个团粒结构 不容易出现板结的现象 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 那么它还可以促进这个根系生长 增强这个根系的吸收能力 也就是说在给它补充蛋领甲的同时呢 腐质酸又能够有效增强这个蛋领甲的吸收 这种吸收的营养多才能够长得快 那么怎么使用呢? 我们先将它取出来 然后呢 我们打开盖子 大概呢按压一蹦出来就可以了 就是挤压一次放在1000毫升的清水里面 这样 然后呢 我们再来把它搅拌均匀 完全溶解 然后我们再来给这个虎皮囊甲进行灌根就可以了 它这里面呢 总共有180克 那么我们一次呢 按压大概就是一克的量 所以呢 可以使用180次左右 大概呢 10天左右 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它稀释之后啊 装进喷壶里面 给这个蜘蛛啊 进行整株喷湿 喷湿过后呢 剩余的这个药液啊 我们直接把它进行灌根处理 这样的话呢 它的吸收效果会加倍 蜘蛛生长速度也会加快 当然呢 在给它补肥之后呢 我们平时啊 浇水也要得到盆土干透浇透 然后呢 给它充足的光照 养物环境的通风透气度把握好 那么它就能够快速生长 很快就能够像这样子长满一盆 而且呢 能够长得非常的高 像我这一盆的话呢 就长得有一米多高 长势是非常旺的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